香港的雨伞运动今天迈入到第四周 而昨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呼吁北京政权 要确保香港的自由普选 那么在这个星期天 抗争广场将会举行投票 来决定是否支持学联 向北京提交民情报告 为了真普选 守了27天的雨伞运动抗争广场 即将要进行投票了 学联和战中发起人 委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 提出两项投票诉求 第一 要求讨论政改的多方平台 可以处理2017年或之前的政治问题 第二 要向北京提民情报告 有决议性质或宪政效力 透过不同占民区的投票 去说美私总或当局听 这个不是只是学生的意见 而是走出街头的香港人 他都认为这是政府必须回应的问题 希望能够整个运动里面 我们取得参与市民的一个意见 还有给大家有机会去表达 他们的观点立场 香港雨伞运动备受关注 23日联合国也说话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呼吁 促勤中国政府 致力确保香港日后的普选 需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不仅是一人一票 更需确保有自由的参选权 和备选举权 投票在礼拜天晚上8点到11点的 金钟广场举行 学联希望市民凭身份证 和手机号码投票 周永康说 假如政府不回应投票结果 将再次引发民怨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